大家好 我是Jacky 今天要開的就是 阿卡Tony 的阿卡舞騎士 的一個 正式版的 的槍 因為上次的版本 跟Tony說過 Tony覺得是需要調整的 加上他後來收到 海洋堂的阿卡舞騎士 所以一拼就調整 當中發現了這個 槍是跟錯了這個設計 就修正了這個版本 所以長槍的版本是不同了 而短槍是變大 修正了長槍的版本 就變成這個造型 也很漂亮 很精緻 很有心機 他真的整支再做過 接著 做回大的這個版本 因為之前的版本 海洋堂來說是不太適合 拿的 然後也有這個特效 特效在我之前兩條影片已經試過了 裝上去 裝上槍給大家看 這樣啦 這次就沒有那麼容易掉槍的 尺寸又大一點 適合的手刃 比例上這兩支槍是大一點的 正式版本來說 海洋堂的公仔 可能是動畫 誇張一點也沒問題 所以 那些槍 大一點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還會覺得更加適合它 這樣吧 看到了 回到去 因為之前的人試過拿 機補的槍給他用 都發覺是適合的 我想誇張一點來說是沒問題的 大一點點 可能看上去更加漂亮 這樣的 除了 長槍 整支不同了之外 原來 手槍 設計上也是不同的 新版是多了 蝙蝠的Logo 還有 槍下面也好像是 多了的 而設計上 有很多細節位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覺得基本上 圖都不同了 我對回這個 這個是初版 很明顯 差很遠的 設計在細節上 你看到也大了 尺寸也大了很多 海洋堂拿起來是更加好的 真的很有心 我覺得這個 設計 因為很多人都不會重新畫過 但追求完美的HONI就會 又很有心 HONI整支槍是做過的 這是初版 初版是這樣的 後來它發現設計錯了 所以它就調整 這個版本 也看到的 有一個Pinbook的Logo 這樣 設計 完全不同了 好 很清楚 這個 還有尺寸也 正常 大一點 之前就 海洋堂是很難拿的 這個也是很容易拿的 那個扇子做厚一點 這樣 真的看到 TONI真的很有心機 而且槍也重新做過 因為它覺得 它真的是一個 追求完美的 一個設計 這樣 而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同樣 我也是要繼續 DC那些白癡的限槍靈 就是搞糞 就是這樣 TONI就完美地解決了 沒有槍的問題 這條片就來到這裏 這個其實已經是接近出貨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找TONI 去看看有沒有現貨 大宇買了海洋堂 有需要的 必要是找槍給他 因為始終是一個用槍的角色 沒有槍是很不科學 加加不合理的 還有TONI真的很有用心 真的重新出過長槍 這個頻道 我主要說1比12 偶爾也會說1比10 或者其他玩具 記得LIKE & SHARE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